新城秀谷 蓝绿双谷 创向方舟 融会开放 一居一夜的山水新城 随着人口不断增加 土地资源愈发紧缺 深圳逐渐走向了高密度的垂直城市 同时 城市的扩张建设 也进一步侵占了蓝绿生态用地 罗湖新秀南侧 临近香港北部经济带 和东部知识科技走廊 新秀片区 还是深圳和香港 在金融、科创、文化、教育等产业 深度融合的重要区域 新秀位于深南大道的东部起点 标识性城市空间 与公共火力聚集于此 优越的本体条件 为新秀打造了东部高品质社区和生态制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秀区 一个生态宇居、开放共享、万物互联的多功能社区空间 城市的建筑密度增长的同时 蓝绿自然生态增长也同等重要 新秀区的自然要素 沙湾河、东升供水廊道和猫窝岭 场地内的主要交通基础设施通廊 新区片区优化后的理性且高效的城市网格 源于本体的公共生态绿廊组织 新秀生态慢性系统 中央岛内部的活力共享股互联主要公共空间 提升了居住生活和商务创新的活力 这种结合形成了三个独特的社区 共同构成了一轴、两带、三驱、六郎的整体规划结构 一居生态社区 沿河路打造连续城市界面 面向公园开放的公共庭院与绿地休闲公园连接 中央活力岛是以连续下沉步行系统 连接商业商务、居住生活、邻里配套、文化交流等功能的片区 庭院式的居住村落 实现山水生态在生活中的绿意蔓延 无忧畅想 活力共享股以步行漫游的方式将居民、游客和商务人士互联 生态公共绿郎为新秀区打造了连续的慢行系统 并将开放空间和城市功能实现互联互通 居住组团围绕邻里中心和自然环境 商务功能沿深南大道布置 公共建筑空间组织在冰河布道和休闲公园沿线 天际线从河岸攀升到深南大道的地标双子塔 绿地公园居住地标双子塔 洛克菲勒总部 火力共享股 山水庭院 避水网格结合水道、小河、湿地 形成海绵城市系统 有效疏散洪水 并实现净化水的功能 沙湾河水岸布道 下城花园和沙湾河之间被一个季节性活动的画廊连接 绿浪网格连接山、水、城市 将新秀地区编织成一个有机生态城 公共生态绿浪地面种植树木 以减轻桥梁的重量 树木将与生态桥上的灌木丛融合 遇到网格 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人文场所 从事各类公共活动 新城秀谷 是山水交织 生态和城市互联共享的新型海绵城市 提供工作与生活平衡 并提供高品质生活的生态城 交通系统 优化对外交通节点形式 构建四横三纵骨架路网 实现东西互联畅通循环的道路系统 优化轨道、中运量线位及站点布局 兼成站成一体化开发区域 拓展五分钟慢行生活圈 打造舒适宜居的城市共享空间 土地利用规划 尊重法定图则 终点集中产业空间和强化公共配套 合理控制街区尺度和开发规模 采用刚性控制弹性适应的总体原则 通过现状建设 更新难易、发展潜力等条件的精准梳理 共划分八个城市更新单元 采取南北领航、中和驱动、全面更新的 新中原期开发时序 共提供建筑规模210万的生活空间和150万的产业空间 并完善各项城市基础配套 合理平衡项目的开发建设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